六百万 六百万 亚朵哥 你现在要干嘛 没事 你陪我去县城一趟呗 去县城干嘛 我想买台车 买车 买车呀 没有 我想买一个电动车 就是从县城回来 有时候要给那个走一层送饭啊 什么之类的方便些嘛 你为什么老是去做了 我想要做的事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我说如果来你们这边的 我就买个车了 没有必要天天开那个 开那个面包车多多的 你们这个路径的太小不方便 又浪费油 我们一起去看可能还可以打个车 你也要买啊 我昨天晚上才跟你嫂子说 我说如果来这边的话 我在县里面住的话 不要紧张回老家 我也去买个电动车 我说方便一点 送小孩也方便啊 不管怎么样啊 你老是开那个车 现在现前你找个车会找半天 那走吧 是不是 嗯 你想买那个烧油的 这是那个啥 我本来想买充电的 然后我妈就说 还是买烧油的吧 买烧油的 马力大一些 然后用途多一些 那你刚刚为什么说想去看电动车 我觉得电动车安全一点 没有 电动车安全一点 我是想买电动车 因为你这边路又平 先去试一下吧 看一下那个电动车怎么样 加油也不远啊 加油不远了 你要办很多手续 哎 我不知道我们电动车 现在要不要上牌 先去问一下 走吧 现在还早 我问那个卖家没有用了 你要去问交警 你问卖家 卖家肯定知道呀 卖家的肯定都是 都是说不需要 先去看了再说嘛 好吧 去看一下 600万你在家里面看家啊 600万 我们走了啊 拜拜 我要买的话就买电动车 你看好漂亮 立马电动车 这个不太好 有没有 这种看 这种好 哪种 这种 这种 好 哦 嗯 你试一下有没有力啊 怎么样有没有力啊 有没有力 可以啊 这个还是一千瓦的 这个动力比较长 我就买这个算了 不听摩托车了 不听他们的建议了 本身的话呢 你买摩托车的打算就是想跑的鱼 没有 这个动力长 那你买的车的话 本身它的动力比较长 这电子都用啊 它这个电子换过要好多钱啊 现在来说的话 700多块钱吧 那也可以吧 它关键是电子 电子跟电机 它报吗 这电子报 报几年 报一年啊 像它也是跟摩托车一样的 摩托车也不是报一年 它这个交保险只要一百多块钱 不可以 你要不要买这个算 300块钱 300块钱 300 你是不是这个摩托车呢 嗯 会在这个吗 可以啊 那我就买这个算了 不买那个了吧 不买摩托车了 就是 就是 这款车的东西才有产的 那一般我们的东西是会买的 它是这一般我们的转移 你帮我们的转移 一手是炸一天就会买的 炸一天就会买的 炸一天就会买的 就买的 就买的 整个颜色 我们买 买个粉色 哈哈哈哈 我问一下我老婆 如果她那个的话 我也我们两个一起买啊 哦 这款车他本来的变成很少 是什么的 我买两台那块便宜店 我买两台那块便宜店 我打个电话跟我老婆 我打电话问问一下你嫂子 这财政大钱在大扫手里面哦 是不是 还烧店吗 一千款的电机 还有这一款 还有这一款 一样的款式的电机不同一点 这一款有大扫手里面 一模一样的款 就是它的那个电机 这个是800 那是一千的 那一样大一款 一模一样的款 这个大扫手里面 这个大扫手里面 还是买大一点的吧 还是买大一点的吧 我们拿两款的 没有拿一模一样的 可以啊 那你呢 那我再拿 那一款 这一款 太平凌一款 我再拿一头 才怕得吃 我觉得我拿这一款好 这个跟三哥的摩托车好像的 我可以 这个我觉得我拿这个 这个又是一千斤 你这个是一千斤 这台也可以 你去试一下 你感觉怎么样 我们进来看一下 觉得这个电动车停的好了 就决定买电动车了 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电动车的 环保 这个价格也好 价格经济 那就这台吧 把我装上就走 你是看到这个款式 然后你就 对啊我觉得它 把你所有的想法都改变了 比较小 比较轻变 它这个功能还比较多 就是等一下我再给你介绍一下 它这个功能 我有小毛驴了 哈哈哈哈 要说你先买这款 我明天 我先考虑一下吧 你又纠结了 大嫂还是想要你买三轮的是吗 对 她想买个三轮的 她也可以骑 然后可以带两个小孩 因为她不会骑这个两轮的 去年我教她 然后在乡下教她 摔了两脚 然后就不敢急了 那那这也把你跟大嫂 我去商量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先商量一下 因为我要回乡下去吗 对 我们再回去考虑一下 也跟她商量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过两天再过来买 好吧 够你跑了 够你跑了 压了压了 立场太不坚定了 我是属于强度跑的 哈哈哈哈 看到了好看了 我觉得她说一度电 就可以跑几十公里 你说我买个车 我就是为了省时省电 又环保 经济实惠还环保 是吧 哦 地场太不坚定了 哈哈 幸好没有在那种 我跟我妈说 我准备来一万块钱 去买摩托车的 以后她也可以骑 但是我骑了电动车之后 我发现她的马力也挺大的 我竟然建议我妈来买电动车了 我妈那车也来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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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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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鲜 三千六吗 嗯 过人生中的第一台电动车 你还想花一万块钱去买那个车 真的 买什么车 油车啊 嗯 这个车从一只电也跑那么远 不如这个又省钱 你从一只电台 跟加一次油跑的路程是一样的 我先借着啊 到时候还给你啊 忘记带手机来了 我怎么忘记带手机来了呢 这个大钱就要还了 小钱就算了 好 嘿嘿嘿 另外的话这个带油自动修设 什么的还是比较方便 可以让你走断 就是你一直按起它啊 它就一直可以走 你一松的 它就没走的 它就接手的 你啊 它就家属的 它就是带土 带利用的 这个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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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哈哈 慢点 因为那 那个油门啊 加小一点啊 两根的 一来 起来 用的 自动 客户东边编 嗯 好 你刚开始发开油 你安全 收入吗 对 太远 是 就是说 我 对 是 是 上车 不是 好 我 按 他上车 按 他上车 按 手工安 的 你还挺 的 我也挺有 你家 没什么 我还是 比较 我 我还是比较 你家 哎 我还是比较 啊 你要是看 他还是比较 我还是比较 我还是比较 好的 走了啊 走了啊 谢谢 起步之风 来 走 上来啊 你上我新的小摩托 快点 你快不了 这个车 他最快只能开到40码 没有吧 嗯 快点在哪里 最 满脸的痘痘 呵呵呵呵 这块只能到40码 这个买这个好 我觉得你明天也来买一台吧 总钱 回去给你找这张凉一下 哎 卖过车的 还卖过车啊 这个铁的 他本来像卖过领母的车 老哥看这个款是蛮好看 哈哈哈哈 哈哈 刚才你有后终啊 180 180 没问题 呵呵呵 都可以压两个人 这可以哦 明天哦 可以哦 你立场不坚定 要是在那种动论时期 这种汉奸肯定就是你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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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从那个立地考虑嘛 是吧 跟着时代 没有开玩笑了 这个车挺不错的 我跟你讲 对吧 还节约了不少钱 我回家了 你回去了 拜拜 拜拜 能不能走啊 能 拜拜